有點受傷了就是 就算是裡面有一個防備的動作的話 就起碼跑給他追 這時候練野手就會過來去保護你 對對對 只能說菜 獅隊比較不用擔心 應該可以叫羅昂做一些教訓 然後會跟你講說 我們一... 穩的話就是十分 哦 開始了 然後打成了一個深遠的飛球落地形成安打 這時候跑者在三壘打下碎了 因為還差四分 陳文傑在對方暫停過後 適時的一隻中右外野方向的一個長打 後續的打者 哦 結果是 出現了一個四壞球的保送 之前兩個呢 對戰連輸也是 百分之百分之三 哎唷 結果送禮 雖然就跟東哥 可能猜到的一樣打得比較急 但是運氣這一回是殘渣地組隊這一天 選手的個性啊 哈哈哈哈 保養比較好的一個空間 就是設定一個訴求 這個比利球在考驗大學長 嗯 結果大學長這時候居然發生 沒有辦法接到的一個狀況 其實我們現在也還在想後庭 要給安打的失誤 但是分數的部分啊 老師 忠義兄弟是有所進帳 這球掃到的右半邊 距離是應該沒有問題了 這一定是可以形成高低犧牲打是沒有問題 這時候又把分數拉近了一點 來到了4比5 所以它這個帶大也是有貢獻 一分只差一分 哈囉大家好 我是群群 記得訂閱中信兄弟 官方YouTube頻道 還有Twitch喔